哈啰早安 你看今天上海出太阳咯 然后我们也早饭的漂亮亮亮要去哪里咯 迪士尼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迪士尼玩 然后现在我们要先去吃个早餐 然后一整天就会在迪士尼 玩到好看样吗 对 所以会玩到好吃我觉得 然后回来就是那种泪垮了 好 那去到哟 待会儿迪士尼有什么再拍给你看 进来迪士尼咯 在迪士尼 耶 那如果你是生日月份来的呢 你可以到这个客服中心 然后去领取你的生日回乡 进到里面咯 进来咯 好漂亮 我感觉像是中华片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迪士尼 我也是 这是我两个人第一次来迪士尼 好美 好可爱 好梦幻 整个好梦幻 然后第一次反驳 就是有点小公主的感觉 达卡点的右下角有一个特别 对应的就是在这一页 来看一下 签名而言是搬上的 每个人的签名都有 好棒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要去玩我们第一个游戏咯 这一个游戏咯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 一样还是好期待 好 可以 往前来 我们出来了 我们出来了 对 那个我们 我觉得我们都环游世界了 然后它那个3D真的很好看 然后 它同时还会有味道 就是去了每个地方 它就有当地的那个味道 螺眼神 对 然后就真的 还挺不错 然后它不 它不会刺激 就是你就坐这 所以 给小孩也挺安全的 小朋友也不错 是 那你觉得你会打几分呢 这个 满分5分你会打几分 4.5 4.5吗 这么高 4.5很高 我要是很刺激的那种 我要打5分 我 因为它不刺激 我打3.5 哦 那我试会买 好 那这个还是值得来玩的 不要体验一下 是 20分钟 你好 生日快乐 谢谢 我们要玩第二个项目 然后 就在前面 那么胖吗 它有不设计 它把餐厅都有在旁边 很有代入感 这个我会打4分 你呢 4分 这个可以 不错 我们刚刚排了40分钟 然后终于进到了Zootopia 这是我们最想要进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Zootopia这个电影 然后 对 然后现在要玩 它Zootopia里面的一个 Rollercoaster 给你看一下 Zootopia好漂亮 就真的是打造成 跟它电影里面一模一样 如果你是喜欢Zootopia这个 那值得 肯定值得来看一下 现在我进到Zootopia了 现在我进到Zootopia了 然后我进到它的景区 你猜我看到谁了 你看 Musteryception 就带我们 哇 哇 哇 在哪儿 百掌鱼管公司 嗯 把所有警员都派到冰川镇 拿下安全牙杠 出发 全队 希望你们对第一次行动充满期待 希望 你们终于来了 我们在里面 嗯 好了 等我们下号 行动 别动 警察 我们做完了 我个人觉得还挺不错的 他们一场表演 对对 然后就追着 追那个 那个羊 球饭 对 球饭那个羊 然后就是还追赞那个球饭嘛 然后虽然整个就很晃 然后 但还不会太危险 有没有我们的照片 嗯 反正没有 反正没有 算了吧 我觉得整个体验也 还挺不错的 有点瑞士 因为之前加了这台道 对 也不是 这个呢 具体我也会打四分 四分 四点 我的话可能就得行李疲劳 所以三点五 啊 我们现在要进矿山 Mine 然后 你觉得是什么 最刺激的一个项目吗 最刺激的一个项目 最刺激的一个项目 对 我们现在 觉得呢 是这里 最刺激的 因为 暂时 只看到这个是过山车 然后 然后 基本上我们之前做的都是那一种 3D 然后 都不会很疼 所以 期待吧 期待刺激的 来咯 好 我们刚刚做完 这个小儿人的 在 她其实还挺爽的 然后 我后面有一个妈妈 她带着她女儿 然后她就说 好恐怖啊 不玩了不玩了 我就觉得很好笑 但 但我是很享受的 她还会有经过那个小儿人 Mine那边 所以我这一个我可以打 4.5 4.3 4.7 不刺激 对 我现在要长一点 现在我们要玩一个 不在我们的 List 里面的 然后她叫 对 她叫 爆爆龙 冲天赛车 然后她就是这一个 然后她就是这样一个C 没人 没人 超没人的 可是这个就比较刺激 所以没人 完全没人 因为都没带小孩 全部都是就比较大人 我们在排队 然后我们现在拿到第五排 LuckyLucky 第五排是最伪 所以我们是最刺激的那一个 最刺激的 最高的那个 她的车尾 我们走出来了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我喜欢 5分 快快快 推荐这一个 就是大人该玩的东西 是这个 赞池全部里面 这个是最刺激的 可以打5分 可以 感觉这个太刺激 然后根本没有人吵 相比较二刀 再看 再看吧 然后完全没人 直接 直直 通 就这样 知道了 还一点点 要排一点点 在看车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又回到这里来了 我们刚刚过 坐完了 那个 它其实就像摩托车这样子 然后一样趴着 然后这太好玩了 所以我们要 按照 对 我想说它真的太短了 然后我们就坐 就到了 是 所以我们就这样说 去坐了一次 很爽真的 做了第二遍还是很爽 这个 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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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灯的城堡 然后还是晚上的时候 还是很 很magical 旁边 这个拍出来 没有眼睛看到 很 很乱动的 我们来玩了一个 Titter Panda 然后不知道什么 但是就是 感觉上 应该会非常的安全 很安全 刚刚的那个小孩子就是刚好在我们前面排队 我衣服就这样嘛 然后就有这个牌子 这个 badge 对这个 badge 他就转车他指了我 他说 对他说 这个好美 他就指着我说 这个好美 然后我就觉得 他竟然只能赞我 然后 结果他爸也在旁边 然后他也在旁边 他说 你是说是姐姐吗 然后我就 我提到他的答案 然后他说 我是说这个 他妈妈说 果然他现在还没有这个 技能 真的是 但我白兴奋一场 我没听到 然后真的还跟他说了一个 你说一遍 刚刚我们坐下了以后 他妈妈坚持要跟我们坐一辆船 然后坐下了以后 我就要他说 还有这样的托儿服务 他要拦到你了 后面我们两个坐下 他爸其实还挺大胆 他就问说 你要做个姐姐吗 对 然后我就 就还好 因为就 其实都是他在跟他对话嘛 哈哈 但对 我没听到那个托儿服务 但是我听到了 他特别 他有这样的托儿服务 哈哈 我们从迪士尼走出来了 然后他买了一些纪念品 还有就是这个盖上 这个呢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你一进去呢 你可以买一本 就好像类似passport 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每一站 你就 你就有一个 可以 stamp的一个 然后你收集完 所有 15个呢 一大的是在 门口 得走出来才能拿到的 有什么感想 要相信光 为什么喜欢迪士尼 就是因为他走出那么的 纯真 哈哈哈哈 但我觉得就是 来这里真的是 会给人家一种很开心 然后 就感觉 步伐也 轻了 就是真的是很开心 的一天 很梦幻的一天吧 迪士尼连后的后遗症呢 是 好疲惫 打不到地铁 变乞丐 现在穷公主变乞丐 哈哈哈 真的是穷包 第一 手信买太多 第二 没得 打地铁 那个打滴滴 真的好贵 我没有买很多手信 哈哈哈哈 你拍梦哟 哈哈哈